來 開玩笑的啦 妳看 唐俊佩含著淚水 媽 如果這是真的 有多好 好了 沒事 沒事 回去... 妹妹幫爸爸照相 妳看 那唐俊佩為什麼妳選她 因為我喜歡就是看起來憨厚一點的 那我這一種妳就不會喜歡 不行 為什麼 油條啊 妳現在說妳就心裡的話 我油條啊 妳就是那種風流嗎 很花心這樣子 駱君妳覺得我風流嗎 如果以古代人物來比喻我 所以是唐伯虎 這樣才子啊 我們互相挺一下什麼 喔 才子喔 喔 才子啦 妳是唐伯虎啊 而且呢 她生命當中 女人只能有一個什麼我都不要 就藥定秋香啦 對 前面七個老婆就先不管 喂 欸 張謙 這個前面那一段就 對啊 誰沒有過去呢 對啦 那妳對她選擇湯俊佩 對啊 為什麼其他五個到底是 她是死在哪裡啊 她解釋清楚啊 妳為什麼 為什麼不選馬國賢啊 對啊 國賢多好啊 沒有就是如果一定要我會選那種 這是看起來比較沒有殺傷力的 她只是外表看起來喔 她內心 妳是不知道什麼 開玩笑 前在紅孩兒時以後 馬子拔最漂亮的就是她 對啊 真的啊 真的啊 呼呼的啊 欸 俊佩 這個詩人是妳的詩詩 是那個時候 我的高中同學 喔 高中同學啊 喔 哇 那妳算是從一而終耶 那是高中那一年就處理掉了 什麼 蛤 五次啊 什麼 沒有啦 她說沒有了 沒有了齁 就是緣分的 緣分 怎麼說怎麼說 妳們後來怎麼又遇到 因為高中認識大概一年的時間吧 然後之後都沒有聯絡 後來是到當兵退伍之後 突然碰到她 那時候你已經紅了 當兵 對 當兵前你就紅了嘛 可是退伍之後就沒有在演藝圈了嘛 可是碰到她之後就是突然 覺得很想結婚這樣 然後就結婚 就結婚 沒有 但她知道你已經變成紅孩兒嘛 知道啊 知道 對 在學校的時候就是啊 那妳遇見她的第一秒會怎麼跟她講嗎 妳會說 某某某 妳好 我是紅孩兒的 湯俊佩 我認識她的時候我還不是紅孩兒 但是我記得是在 那時候我讀華岡院校在那個陽明山 然後我記得是在一個公車站牌 然後她那時候穿著一件白色的毛衣吧 那我記得我看到她我就覺得啊 我以後一定要娶這種人 天啊 妳夠了吧 那真的 你看 夫人妳沒有選錯人 真的 這是真的故事 連女兒那個表情都是 我爸爸好會瞎說 媽媽面啊 胡得一愣一愣的 那女兒太可愛了 好可愛 我就覺得真的是圓分 就是妳的唱 對 真的是這樣 喔 然後就展開追逐 對啊 但這中間我也是 說真的 說真的 蠻荒唐的 但是 我們比較想聽什麼 我也是蠻敢唱成什麼 好敢講喔 你荒唐 你荒唐 你怎樣荒唐你講 因為我在大陸我們做香港 跟香港在大陸做演唱會 到香港也有待一個禮拜 那我跟她都是住同一間 她到香港 第一天晚上她進到房間 不知道妳們知道她是找什麼東西嗎 找什麼東西 電話簿 蛤 電話簿 電話簿的用途在哪裡呢 是什麼 她撥電話打電話找 喂 這樣講不夠文章 不好意思 我用英文再解釋一下 那個頁面的正式名稱 叫做是 Incredible Yellow 珮琪 來…湯先生湯先生 就是好奇啦 因為在國內飯店就是沒有 到香港就很好奇 也怎麼有一本書 然後很多照片 你還真的有啊 你剛剛好老實喔 可是我沒有 我沒有 憲哥 這種素人的訪問太 我受不了 我們可以先回去了嗎 這個可能到電梯裡喔 兩個 在電梯裡小孩夾在中間兩個 剛剛他們講的都是真的嗎 沒關係啊 過去的事就過去了 什麼Incredible 什麼Yellow Good 是真的嗎 Fantastic 它到底有沒有對不對 沒有啦 只是打電話 但是我真的做過 滿多荒唐的事情 你還在講 你幫你解圍 你還要講 他要先聲明一下 你的事後有一些 我們現在等於是火場現場有沒有 我們冒生命危險 從裡面把你救出來 你還要進去拿睡衣 進去 這個像畫碼 你看其實以前湯俊佩的那個造型 就是那種郭富城頭嘛 多像郭富城啊對不對 對 喔 了解了解 你看他笑起來 喔 很可愛有沒有 對啦 是 那你們有沒有過度喔 就是度過那種 呃 我從偶像 然後要走到平凡的這種路 整個心情上的一個條是有問題的 國賢國賢 欸 不過喔 你是團長啊 對一千一千啦一千啦 對啊那 你講的好像會哭了是不是 不是啦 心酸 我不覺得 我也不知道我的起伏是不是在裡面最大的 因為我是 呃 離開了之後 那我去做旅行社 然後又再回來 那中行社 對 因為我退伍之後我沒有再回來這個圈子嘛 然後我去做旅行社嘛 然後就是可能回來之後 呃 也請教過克帆啦 也請教過洛君 就是說要怎麼樣再回來 再走這一行 可能那一段時間走得非常不順 我們要問的不是這個 要不然是 你在旅行社當導遊 嗯 有沒有啊 我沒有去翻腰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利用你的植物資料 也沒有也沒有 親日 寂寞 庭星 俱樂 沒有沒有好多 因為我通常我不喜歡帶年輕人 啊喔 不是他是不是帶濕奶團 因為這是他當導遊的時候的照片 可是為什麼會有辣妹在下面 我們那個是人妖 那跟憲哥他們是 不不不不 這個是人妖 那個是人妖 那是人妖 馬國賢你就這樣帶團的喔 而且你還兩腿開開準備投胎 他硬把我巴著然後 他另外一隻手握著什麼 他 我大腿 我大腿 那後來五年後 你又突然間回到演藝圈 對 因為後來就是在那邊工作 發現到一個瓶頸 然後後來又再轉回來這樣子 而且轉變滿大的 那個時候我記得馬國賢 有去演那種玫瑰同齡演啊 因為那時候自己以為自己會演戲 然後就想說 我那時候其實先拍了一個八連檔 結果後來拍掛了 結果後來才發現到自己原來不會演戲 所以後來重新開始學習 沒有 我很好奇他們六個人 到底感情好不好耶 你們彼此之間 就是那麼小就一起工作嘛 那後來解散之後你們還有保持聯絡嗎 互相之間 應該是很難 我們的組合是比較奇怪 因為我們是要接替小虎隊 在節目上當助理所甄選來的 所以不像 比如說玩Bang啊 搞音樂的是 大家志同道 很團結這樣 我們是從大概三千個男孩裡面 就是甄選出來的 就是要接替這個小虎隊在節目中 真的是青春爭霸戰對不對 TV新秀爭霸戰 TV新秀爭霸戰 就現在的等星光大道就對了 沒錯 所以就選這個六個男孩 都不同的背景 對 然後大家 再聚在一起的時候 當然會有磨合 所以其實中間也有不合的時候 就是 一直都是在這樣的狀況 有一下大家 這真的是比較不合 真的啊 誰跟誰最容易起衝突 在我右手邊和左手邊 所以你都要擠在中間是不是 可是感覺上張樂君很溫耶 他也會跟人家起衝突嗎 就是 我的個性是那種就是 被惹毛的時候 我又翻臉 可是我在 要把我惹毛 要畫